分蓝的设计 握得可以做像排版一样 来,我们点在这里 它会任由标位置 在板面配置这个地方,它可以分蓝 预设来看,由左到右就满满的 可以分成两蓝 我现在点了,你看喔 先看一下,我点了,变成什么 就变左右了,有看见吗 就变中间有两个 可是,通常标题呢,我们再后围一下 再点这里,再回到一蓝 你也可以分三蓝喔 有看到三吗 就这样喔,不过 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做啦,看了就懂了 标题要不要跟着分 所以你可以选择,从这个点 以下才开始分,那怎么办呢 那就不能直接套,要从这里来 你看见吗 这份是,预设握着是一蓝 两蓝三蓝,左蓝 诶,什么是左蓝,看看 左边小,右边大,那如果是右蓝呢 右边小,左边大 它就是分蓝的方式 来,那我们先回到一蓝 记得游标在这里喔,仔细看 游标在这里喔,点这个 从这里进来 Sorry,点错了 点键,要选最下面这个,其他蓝这里 点起来喔,点起来喔 来来来,预设就是整份文件 所以,改完以后标题 我们可以选哪一个 插入点之后 我现在插入点在这里喔 第一列标题不要跟着改 其他跟着改什么,这时候再来改两蓝 那你可以把它勾选分隔线 帮你加一个线条 预设是没有线条 打勾就有线条,按确定喔 那就变这样,那你看到这个 老师这个分解符号呢,你不要管它 在列印的时候它不会出来 当我点预览列印的时候这一颗 列印文件的时候不会出现这个 哦,我就可以在那边把编辑 变成两蓝的方式 来,我再Ctrl-D再后悔一下 我们再Run一下 我点在这个位置告诉他,这个不要动 从这个以下开始分成两蓝 所以要点在这里喔,点在这个位置 然后从这里进来 一,告诉他套用 从我的游标后面开始算 不包含标题 第二个,两蓝 再请你帮我把分隔线勾起来 好,让你确定 各位先试看看 各位先试看看喔